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每隔一阵子我们就会看到名人发胖的新闻 而靠着减重手术大变身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很多人想知道 究竟人要多胖才需要去动手术 手术是要切掉身体的哪些器官 除了让人变瘦之外 会不会带来哪些副作用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中荣民总医院一般外科罗绍乔医师 带领我们一起来剖开这个肥胖的奥秘 了解肥胖所造成的问题 以及各种减重手术的介绍 我们欢迎罗绍乔医师 罗医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荣总医院一般外科罗绍乔医师 今天的这个问题很沉重 我们要剖开这个减重手术的奥秘 这个肥胖这个问题真的是 他是文明病了 你在路上绝对都看得到 这个比重太高了 近年来因为肥胖 因为我们台湾的经济 物质条件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走在路上 其实会看到很多 你看起来就是很肥胖 越来跟欧美越来越像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像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大部分体重都还偏瘦 所以减重手术在以前 算是比较少人提起 大家也比较不了解 甚至连医生 有的时候也是一致半井 那其实随着我们台湾的人的体重 BMI 整体质量指数越来越重 甚至很多人都有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中风 心肌梗塞这些文明病 说穿了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跟肥胖有相关 肥胖这个问题呢 大家很想知道 它肥胖其实有分类 一般来讲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要去把一个疾病做分类 就是说它分类的意义就在于说 它的育后不一样 或者它治疗方式不一样 那像我们亚洲人来讲 我们要去描述一个人 是胖是瘦 其实每个人的年纪 性别 或者是它是人种 或者肌肉含量 其实一样身高体重 可能有的人看起来就很胖 有的人呢 他其实全身上下是肌肉 那难道你要叫他减重吗 可是分得很细 一般民众或是医师 没有办法去统计或咨询 所以现在目前在医学上 还是用最普遍的就是 身体质量指数BMI 体重去处于身高的平方 那在亚洲人的标准 跟西方人的标准 因为人种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亚洲比较严格 我们BMI超过32.5 而且有肥胖的一些并发症 其实我们就叫做病态性肥胖 那为什么要去定义 病态性肥胖 就代表它是一个病 如果没有外科医师的主动介入 超过这条线的病人 是很难靠自己说少吃多运动 或者是说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啊 增剂就可以回复到正常启动 基本上不是说不可能 是非常少 七八百个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当为什么要分类 当超过这条线的时候 那我们西医的医师就会建议说 病人可能需要来医院来求诊 那刚才医师讲到这个部分 就是属于病态性的肥胖嘛 那正常那病态性肥胖 那它另外一面就有一个 比较单纯性的肥胖 那单纯性肥胖就简单啦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 你少吃多动就OK的 如果没有病人还没有到病态性肥胖 没有到BMI 32.5 其实大部分的病人 其实可以在医师 或者是营养师的帮助下 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和作用 你所有的热量摄取来源 就是你的嘴巴吃的东西 那你消耗的呢 主要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个是你的基础代谢率 是 就是说你不动 你不去运动 你躺在床上一整天 它还是会消耗热量 主要跟你的年纪 还有你的肌肉含量有关 所以如果我们去像健身房 去做重训啊 去吃蛋白粉啊 其实就是增加你的肌肉含量 那比如说你工作忙 一两天不去运动 因为你的肌肉含量多 所以你的基础代谢率高嘛 你就不容易发胖 那另外一个除了基础代谢率的热量消耗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运动 那运动其实就比较辛苦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工作啊 要什么你真的运动一下会乳酸堆积 要抽时间出来很难 然后甚至你踩飞轮踩了一个小时 拼命踩 消耗两百大卡 一克的脂肪是九大卡 你踩了半天一个小时 瘦不到二十克 然后你踩了一个小时飞轮 你要休息三天 因为脚会酸 对 所以其实现在鼓励减重的方式 第一个是增加基础代谢率 第二个其实就是少吃 少吃可以让你的摄取的热量很多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到病态性肥胖 另外你也可以除了营养啊 少吃这些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减重的一些药物啦 增剂 现在都越来越进步 可以辅助这些病人 这个部分因为前面我们也听到 很多的一个方式 我现在就比较好奇了 这个病态式的这个肥胖 就是说我们已经超过了 你刚刚讲的的BMI值 32.5 以上的 我们称为它病态性的肥胖 那它就是必须要 最好就是做一个 减重的手术吗 医学上统计就是超过这条线 你再让病人去尝试其他方式 基本上就是没效 那与其你都已经进入到病态性肥胖 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开 比较好 你不要等到四五十岁 你已经尝试了二十年 你瘦不下来 而且只会越来越胖 所以一旦超过那条线 其实如果你已经成年了 那你心智啊 比如说精神科啊 看过都没问题 也没有其他内分泌的疾病 那我们是希望这样的病人 可以早日接受手术 因为他的心脏啊 他的血管啊 都还没受伤 那你早一点开掉 开刀 让他恢复正常 正常人的体重 那他对他的身体 甚至癌症的盛行率 比如说多囊性卵巢 不孕症 这些几率都会高幅度的下降 而且糖尿病高血压 也有很多 可以就此就医好 那您刚才有讲到说 这个内分泌的问题 跟基础代谢率有关啊 有的时候他病人胖 是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内分泌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甲状腺低下 对 那他的话心跳可能比较慢 他手脚可能会冰冷 可能会水腫 基础代谢率很差 那时候你不见得要开刀啊 而是要治疗他原本的 甲状腺低下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 一来就开刀 你需要先静下心来检查 看有没有 他其实是银行的其他疾病 那我们把其他疾病医好 他就会瘦下来 就不用开刀了 他这个肥胖的问题 是因为他其他病引起的状况 那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 引起他状况的这个病来做解决 不是直接针对肥胖来做解决 对对对 那这个就要分辨清楚 那没关系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分不清楚没有关系 只要你觉得你有肥胖的问题的话 你找医生 医生都会告诉你一个很好的答案 他会引导你说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 引起肥胖的原因 帮你找出来之后 然后告诉你说 那你应该先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因为肥胖是个良性疾病 那我们会不会误诊了其他的问题 所以像做一些减重手术之前 我们其实都会帮病人做全身性的检查 确定说身上没有癌症啊病史 比如说他胖 可是如果他身上有癌症 你又帮他做了一个减重手术 那之后呢 他要治疗癌症的时候 那就是个很大的困扰 对 打化疗啊什么那都是问题 所以其实像我们病人来的时候 有时候100多公斤 快200公斤 他心脏有没有问题 他肺部有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手术并不是很困难 现在都很进步 只是说我们在开刀之前 要去帮病人查清楚 他是不是有什么陷阱啊 其他的疾病 这些都排除以后 我们才能跟病人建议 他要进行什么样的手术 那这些病人他们真正说 必须要接受到手术的话 光这个手术 应该也有很多种方式了 关于减重手术 或是说我们说肥胖啊 代谢疾病这些手术 从以前的演化 四五十年来 演化非常多种 变化很大 变化很多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 最盛行或是采用率最高 主要分成两类啦 因为就代表他最有效 是 最适合绝大多数的病人 第一个是限制型手术 就是把胃容量缩小 也就是俗称的缩胃手术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最常见 大家所说的缩胃手术 我们把胃底这个地方 然后像香蕉一样 把胃 这个大弯的地方做一个切除 那胃的容量就变小了 一般可能会做到说 大概100cc或150cc 它的容量变小 容量变小了 那你说容量变小 病人还是会饿啊 他怎么样做到减重呢 其实是胃底的这个部分 后来研究他会分泌饥饿感 嗯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胃底的 对病人这个地方呢 把它切掉 病人就算不吃 他不会觉得这么饿 嗯哼 所以呢 它的减重效果其实非常的好 嗯 而且手术简单 术后两三天就可以出院 嗯 又没有营养缺乏的问题 嗯 所以他大概在三年前 一直到十年前 三到十年前 目前是台湾做最多的手术 也是全世界应该算是 数一数二做最多的缩胃手术 缩胃手术 对 就是一般说的 袖状胃切除手术 那我有个问题哦 嗯 像这个胃的部分是 每个人的大小都不一样吗 是 每个人大小都不一样 那还是 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吃的多 然后把胃撑大了 欸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因为你当下 你在手术中很难去判别 嗯哼 因为胃就像气球一样 你撑得多的时候 它看起来很胀 嗯 那你在切胃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胃的 食物啊 空气抽掉 所以都扁扁的 嘿 所以扁起来 你怎么会知道气球有多大 对啊 所以没有办法去测量 嗯哼 你硬装的话 它可以装下很多东西 嗯哼 但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经验上 是会留这样体积的位 嗯哼哼 那是从中间这样子把它分开 分开 我们会用自动缝合枪 在这几个地方 这样一路自动 因为现在手术很进步 都有自动缝合器 嘿 那我们用的自动缝合器 现在都很进步了 都非常好 但是在刷这个自动缝合器 把胃缩小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技巧啦 嗯哼 就是说你走的这个路 哦 要有一个曲线在 哦 不能上宽下载 那这样病人呢 会很容易胃食道逆流 哦 走向 然后靠近这个 食道进来的地方 要有一小段距离 因为呢 我们胃的肌肉是 环状 嗯 如果你太靠近食道 它也会造成那个 噴门的功能受损 所以 绣状胃切除 它的好处是 减重效果不错 但是也没有营养不良 嗯 但是有的人 开完道以后 会胃食道逆流 嗯 哦 就是主要是跟它手术的原理有关系 哦 切到哪一个部位的 真的就要靠 医生的经验了 对 经验 然后手术要小心 嗯哼 那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 第一种 大家最熟悉的 最熟悉的 那近年来因为 呃刚才讲的 呃 缩胃手术 它的好处是 它没有营养不良啊 嗯 但是因为胃 还是会慢慢被撑大 嗯 所以大概你开完道 可能一年左右 你的胃可能会恢复到正常人的 也许七八成 嗯 食量可以做到这样 嗯 虽然病人有时候不会觉得饿 可是呢 他有口欲啊 嗯 他不饿他还是想要吃个东西 他有欲望啊 他脑袋还是会响啊 所以 受伤胃催促 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 嘿他 饮食习惯 没有说得到控制 嗯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无止境的吃 因为现在装得下啦 嗯 所以可能会在两三年后 有负胖的状况 嗯 所以这是绣状胃催促最大的问题 在这个实体的部分 帮你做了一些些控制之后 其实还是要看 病人的配合 对 对 他其实需要病人的配合 嗯嗯嗯 那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另外一个叫做绕道手术 嘿 绕道的手术原理很简单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食物 嗯 跟你的消化液 以益胆汁呢 混合呢 放久一点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小肠 通常正常人可能有四五公尺 四五百公分 嗯嗯 我们就是最后可能留个三分之一 哦 150公分左右 让你吸收啊 嗯 所以你吃三碗饭 效果等于一碗饭 他一定会瘦 哦 嘿 像这个就是叫做单一吻合的胃绕道手术 嗯 是目前做最多的绕道手术啦 那胃呢 没有切掉 他保留在这边 嗯 他的好处是万一你之后太瘦 或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接回去 那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绕了一大段的胃 嗯 所以他有的时候 尤其是年轻的女生 还是有月经的时候 他可能会缺铁性贫血 嗯 或者是他本身还有想要 呃生育 还在生育年龄 想要怀孕 那我们就可能比较不这么建议他做绕道 嗯 因为可能之后他怀孕啊 他胃母乳啊 哦 他营养不良的话 会有问题 所以 这种呢 比较适合就是说 他本身意志力没有这么强 然后呢 呃可能比如说老年人 嗯 哦他 他习惯一天吃三餐 生活习惯很难一下子改变 嗯 或者呢糖尿病控制不好 因为我们食物呢 没有经过十二指肠 嘿 这件事情很重要 被研究发现 跟胰岛素的分泌有关系 嗯哼 所以如果你是糖尿病的病人 那你要 而且从此你有肥胖 嗯 糖尿病控制不好 一般的建议是做绕道手术 哦 很多病人在早期发现糖尿病 而且体重 很重 那糖 胰岛素还有 胰岛还有功能的时候 嗯 你早期去做一个 哦 减重手术 很多病人是可以不用再吃血糖 或血压药 哦 他反而把 把他的那个 血糖的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嗯 所以现在认为说 早期的糖尿病 早期的糖尿病 就是说糖尿病分成很多种 有一些糖尿病是 他胰岛 还有胰岛素的功能 嗯 只是他因为肥胖 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没有这么高 嗯哼 这时候如果他刚开始得糖尿病 刚开始要吃药 而胰岛素还有功能 而病人胖胖 嗯哼 早日介入 他原本要打胰岛素 正是要吃血糖药 开完刀瘦下以后 就不用再吃药 那他这样胖胖的标准也是一样 我们要看BMI值吗 对 我们其实有所谓的分数啦 叫ABCD score 嗯 就是一个分数的判别 主要是看年龄 嗯 你目前病人年龄是多少 越年轻 来做越好 B 就是BMI 嗯 BMI越重的 去做减重手术 而糖尿病 获得控制的机率越高 嗯哼 C呢叫做吸生态 嗯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 它是身上会制造胰岛素的时候 同时会分泌出来的东西 嗯哼 所以我们去抽病人的吸生态 就知道说 欸你身上有没有在分泌胰岛素 嗯 如果有那最好啊 代表你的胰岛没有完全失去功能 对 那D呢 就是Duration 就是时间 就你得糖尿病的时间 越短越好 所以 简单来讲就是 你越年轻来开 体重越高 嗯 然后胰岛素功能有 嗯 然后刚得糖尿病 你来开 大部分 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糖尿病就可以不用再吃药 嘿 又可以受生 然后这个病症又消除掉 对 血压血脂 其实我们有很多病人 哦他四五十岁 然后突然想来开刀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觉他开始要吃血糖 血脂药 也有二十几岁 爸爸妈妈带来看病 二十四岁开始要吃血压药 那你说你迟到五十岁怎么办 嗯 血糖药啊他本身胖 如果是瘦瘦的病人 有血糖 嗯 那种开刀反而效果不好 因为代表说他不是因为胖 嗯 造成他糖尿病 嗯 这时候你即使做减重手术 效果可能都不是很好 应该是说 对 你发病的那个问题到底是 对 在哪里 你不是因为胖 而产生疾病 对 然后或者是你是因为疾病 而产生胖 对 所以我们要针对他前 他的 他的 所产生的 一开始的原因 下去针对他那个原因 先解决掉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说糖尿病手术 糖尿病治疗手术 并不是说不可能 嗯 是可以的 可是每个人病况不一样 对 我们先要去厘清说 他这个病人为什么在早期 20几岁就糖尿病 真的是肥胖造成 还是他天生 他的胰岛素分泌就不够 他胰岛素分泌不够 你就让他瘦下来 他一样糖尿病 因为我看到很多 其实像有一些比较中年的 进入中年的男生 他们都是因为肚子 其实他不胖 嗯 他看起来不胖 嗯 那就是肚子突然就是 有一些 嗯 就是副肿 哈哈哈 其实通常就是一样啊 就是四五十岁的 呃 年纪 大概就是基础代血液一滴 嗯 那吃东西可能他也没有吃的特别多 那就跟年轻一样照三餐吃 嗯 那因为我们基础代血液一滴 刚才讲过嘛 吃的东西一样 所以每天今年累月的热量又高 那当然用脂肪的方式 就是储存在病人的身体 嗯 那因为你是五十岁啊 还在工作啊 嗯 也不可能去健身房或什么 很难抽开时间 所以就是最容易堆积的 其实像主持人说的 不止肚子啦 嗯 肝脏 脂肪肝也是严重 对 所以像现在我们台湾BC肝 目前政府砸了很多的心肺 在治疗BC肝 所以我们台湾的BC肝 可能再过二十年 基本上都会下降到非常低的程度 嗯 那我们另外造成肝癌 的高风险就是脂肪肝 所以肥胖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那你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中年发福 它如果去算起来BMI不符合的话 其实就是控制饮食 运动 还有减重针 这些去控制 所以这个BMI 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应该说分得太细 就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遵循 所以目前都大部分只能用BMI 在亚洲人才32.5 也已经不能说是肚子胖了 对 32.5应该是全身都是你 反正你一看到他 你就知道他是属于胖的 直接归类到另外那边去了 对 那像他那个 32.5这以下的 那他可能 我们也不能依照体重来 来做标准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归类 其实来我们这边减重中心 来去评估 其实我们都会去测量体脂肪 嗯哼哼 体脂肪给你一些很多的暗示 就是说那病人平常没有在运动 他做的是不是出重的工作 嗯哼哼 你看他骨骼肌的含量 跟超过的脂肪含量 嗯 所以你看他超过多少脂肪 你就知道他 应该会瘦掉多少 所以就像你说的 他胖的程度 他主要是哪里 其实体脂率一两 你大概就知道他肥胖的程度是哪里 那这样他的原因就比较好找咧 可能不见早 但是比较能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 嗯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大家都很希望知道的 就因为 因为我常常听到的人讲就是说 没有啊我只有这部故事八度比较大 啊我都很正常啊 其实有一些隐藏的疾病啊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对 但是一旦我们有 呃外形 有不一样的改变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要提醒自己一下 要有一个警觉性啦 其实希望大家就是 要能理解就是肥胖 人家说肥胖不是病 但是现在的观念是肥胖是病 尤其你超过了一个标准以后 其实现在都建议早日就医 因为 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在医学上看到很多病 其实真的是肥胖造成的 就像刚才说的脂肪肝啊肝癌啊 嗯 哦不孕症啊 子宫内膜癌啊 还有一些生殖器的一些癌症啊 是 哦或者是 心血管疾病 脑中风 心肌梗塞 高血脂糖尿病 洗肾 你已经从头讲到尾了 真的真的是如此 对 肝硬化 嗯 其实现在很多都被认为是长期的病态性肥胖所造成 嗯 所以如果你年纪轻 已经成年了 也不是正在发育 然后早过也没有其他疾病 虽然你胖胖的 你觉得你很健康 其实不对 嗯 你在西医上已经符合病态性肥胖这个病 嗯 这个东西随着时间 就是会对你身体有影响 观众朋友们解说了哈 今天这么 讲的这么多 我们今天有讲的比较深入一点哈 可能 大家会讲说 肥胖 嘿 吃较糟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要正视这个肥胖的问题 不是说大家一定都是病态性的肥胖 但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资讯告诉大家 你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你要赶快及早就医 对你才是好的 嗯 如果你超过那条线 其实你早一点来 比较正规的医学中心 医疗院所 其实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减重方式 不见得一定要开刀 嗯 也不见得一定说要打针吃药 其实你经过医师的分析 欸搞不好你意外找出来 欸你有甲状腺低下啊 或是其他疾病 早日就医 不要把病况拖得很严重 不要到五六十岁已经糖尿病高血压很久了 嗯 你才求医 这样的当然不是说没有帮助 只是效果就大打折扣 对 那这个很多我们其实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觉得自己已经有肥胖的情形了 是 那他就 他到底要怎么样去救医啊 他到底要救哪一科啊 大部分的医院其实都有一些 哦 减重 像我们医院的话叫做 体重管理中心 嗯嗯 然后我们叫减重中心 嗯嗯 那其实你哦 像抬重重这边也都有门诊 其他医疗中心也都有 嗯 哦 其实你大部分的民众去看减重门诊 都可以获得到基本的资讯 还有一些身体的检查跟分析 哦 他就会根据你的状况 然后帮你分别说你应该去 再去看哪一科 然后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 是没有错 真的是 减重手术虽然对体重控制有效 但也会带来不少需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与医生好好的沟通讨论 决定适合自己的手术方式 如果你的体重问题还不到该手术的程度 请先靠着改变生活习惯来降低体重 再次感谢台中荣民总医院 一般外科罗绍乔医师 今天的介绍及解说 谢谢罗医师 谢谢您 全民的健康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全民红病 全民党洶医师 力安健康快乐 张acy的人 目标 要为今点 Minnesota Forest 擅长山 好 M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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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